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 是新宁四年 也就是公元1071年 其实苏东坡来到杭州的时候 这个西湖还不叫西湖 西湖它原来是乾塘江的一部分 名字很多 历朝历代都不同 比如有的时候叫武林水 还叫呢乾塘湖 新宁六年的夏天 苏东坡乘船在西湖游玩 刚才呢还是水光炼烟 天色非常好 突然间啊 这个远处飘来一片云彩 这个天空呢就开始下起雨来 瞬间是山色空蒙 周围的这个景色也变得是 如幻如梦 苏东坡啊 被这个眼前的美景给感动了 他拿起笔来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 千古绝唱 水光炼烟 情芳好 山色空蒙 雨一齐 欲拔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 总相依 在这首诗中 苏东坡巴西湖啊 比喻成春秋时期的 这个角色的美女西施 他认为啊 这个西湖 无论是春夏秋冬 还是阴晴雨雪 那都是 美不胜收 有了这首 尹湖上出情后雨 可以说西湖的景色 它就变得鲜活起来 那西湖呢 从此以后 也就有了西紫湖的这个美名 这样一个别称